最近在象山石浦渔港南路三棱码头附近 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子 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轻微碰撞 还没等交警处理 骑着男子就离开了现场 不久后 110接警中心接到了男子的电话 我的师父 完了我往回家找 什么意思啊 我骑电动车 完了被公交创了 你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都是交接啊 但是我不敢报警 我久叫 啊 你久叫 对 不敢报警 我都害怕 在得知定位之后 石浦交警马上找到了这名语无伦次的男子 家里有什么状况 老婆走家了还是怎么样 老婆回老家去了 回老家了 跟你回老家找他去啊 好好跟自己的妻子去讲啊 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别人哄啊 是吧 他不会 我什么都我都不会 喝完酒别别怠 喝完酒别怠 那就把酒借了 借不了 谈话中 交警了解到男子很爱喝酒 气得妻子回到了老家 当天男子很懊悔 又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结果又喝多了 回家路上还发生了事故 经过民警两个多小时的劝慰开导 男子平复了情绪 在事故责任书上签了字 最后交警陪同男子 将电动自行车推回了家 都没有听过了 自己是自己的 小胸子 偶尿